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周明天是礼拜五 是個非常瑕福的盤整 各位再來看一下 這個K線怎麼看都是非常小 我就直接告訴各位一件事 那麼回檔的話最多最多就是所謂109 10900點或10874點這個附近 那個指數的空間非常的小 跟上一週比較起來的話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雖然是開高稍微有壓回的現象 尤其是現在呢 今天因為要錄股市現場的關係 所以我提前錄影了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好像開高之後往下壓回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判斷 和昨天台塑化一樣 昨天台塑化不是把你殺了尾盤嗎 今天一下子就開回去 這就是瑕福盤整裡面非常重要的特色 千萬不要以一天的盤中來斷定行情的未來 我說過要用周線周線和月線的觀念的話 你就能知道說到目前為止啊 多方仍然持續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最近我常常跟各位說 市場上不缺恐嚇大家的專家 但是呢缺少說真話的專家 我們講說真話的意思是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我告訴你從一月份到現在為止 都是在這個區間在做活動 我相信很多人都說 那這樣幹嘛看投股節目呢 這樣幹嘛看財經節目呢 反正是不會動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表面上不會動內涵可是不斷的在波動 哪些股票漲上來 哪些股票能夠動作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一直跟各位強調說請你注意 繁榮期裡面 特別是盤整過程當中啊 這些題材都會一一實現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各位有沒有發覺 今天9958的世紀鋼 今天尾盤的時候壓下來一點點 但是盤中的時候 再創新高來到70.1啊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很多的個股呢 現在不斷不斷的在往上揚升啊 特別是今天幾條重要的新聞 包含2327的國劇一樣的道理喔 今天再創新高囉 所以我只有這麼講一件事 親愛的投資朋友 難道各位沒有發現嗎 現在的行情啊 真的跟我畫的一模一樣啊 我說你一定要當這個人啊 人幹嘛 人是走一條直線的啊 那股票呢 像你牽的一條小狗一樣 它會上上下下亂跑 有的時候跑到後面去 有的時候跑到前面去 但是你拉這條線 絕對不能放手啊 你放手的話 狗就跑掉了 你放手 而且你認為說 這地方壓回就是空單的話 我告訴你 後面你就被軋空 壓回就是空單的話 後面又被軋空啊 這就是股票市場裡面最基本的道理 你說我畫的對還是不對啊 各位啊 在過去的這一整年當中啊 半年就好了不用太久了 三個月就好了不用太久啊 每一次到了低點的時候呢 一下子說金正恩要放核子彈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吧 一下說金正恩是狂人啊 人家現在五月份要見面啊 北韓的問題解決了 換說川普這個地方 是有所謂的貿易壁壘啊 現在又要談這個問題啊 之前在跟各位講什麼 中東要打仗啊 是不是都是這種問題啊 從頭到尾沒有人告訴你說 到目前為止 被動元件還在漲價啊 這就是真正的事實啊 我畫的準不準確 你自己看一下 我畫的準不準確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那麼以現在又彈高上來的話 我們不要彈太長的啊 那麼現在這個大盤 大家都還在這個附近 來做一個震盪 包含美國跟台灣 台灣是比較強勢一點 美國歐洲台灣都一樣啊 台灣比較強勢 因為比較偏高的地方 來做盤局啊 那美國大概 道琼在這邊啊 費者半導體大概在這邊啊 其實大家都是進入一個新的 所謂盤整格局啊 盤整格局 我一直跟你強調 不知道題材 你不敢買 不知道中小型人氣股在哪裡 你不敢買 不知道盤整出標股呢 你不敢買啊 因為盤整啊 盤整我問你 法人會怎麼做 法人好不容易等到 哎呦被動元件有利多了 被動元件有利多了 2492 2492華興科啊 他能夠不買嗎 他不買的話 我今天的績效就輸人家了啊 你有被動元件 我沒有我只有台積電 台積電看起來盤整呢 不太會動 你有被動元件 我沒有我只有人保 人保呢 看起來不太會動 那這下咧 請問一下 法人應該怎麼做 法人一定想辦法去找一些呢 在盤局當中會飆上去的個股嘛 所以這叫做盤整出標股嘛 第二種呢 業內會做什麼 業內一定去找那個人氣啊 也能夠來回來回震盪的 這樣子才能夠叫做所謂的操作嘛 這叫什麼 低進高出的人氣股啊 對不對 中小型人氣股啊 所以這些個股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都是這個盤面上的重點 你只要抓住這四個操作的基本原則 你就可以跟著我一起賺錢 中小型人氣股 那麼這地方來講 還是以比特幣概念股 記得低進高出 看到黑的你要買 隔天可能就變成紅的 看到紅的要賣 哇這個地方難喔 往往人家都是看到紅的時候 趕快買趕快買 看到黑的時候趕快跑趕快跑 所以我為什麼告訴你說 請你注意喔 現在是黑的喔 等一下如果翻上去 那是可能的 或者明天收一根紅K棒 絕對可能 甚至我告訴你 這檔我明天要發動的股票 等一下你慢慢看 我發動的股票 一定叫做中小型人氣股 一定是盤整出標股這兩種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過不知道題材你不敢買 台威提現在拉回了 但是前一段時間 各位有沒有發覺 真的非常強勢 因為他到美國要去掛ADR 是第一個直接跟政府說 我們去美國掛ADR的 你看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樣 反正說我不玩了 我不要在台灣做生技股了 在台灣做生技股 明明沒什麼事賣十張股票 連中研院長都要被判刑 十張股票耶 他不好意思講說電視機前面的你 在看我節目的一定有買賣股票的經驗吧 如果賣十張就要判刑的話 請問一下你我要判幾年啊 所以現在士林地檢署已經說不起訴 不起訴也沒有用啊 反正股價都被你打死了 都被你打昏了 哇 已經打到昏倒了 OK 所以人家全部通通跑掉了 這一次第一個先跑的 我直接這麼講一件事情 就是台威提 所以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有他真正的題材 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4123的陳德也說 準備跟香港公司來做合作 其實表面上說這些公司沒有再往外跑 其實我認為現在反而比較會移動的 不是什麼鴻海FII 是生技股你留不留的下來的 好 這個是另外的話題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吧 但是有些個股呢 因為有題材性質的關係 我跟你說他投資大俠股 6% 潛在利益超過4到6元 那麼登據概念股 你各位看一下 大漲上來 大漲上來 這投資大俠股潛在利益4到6塊錢 加上他自己賺2塊 所以本利比就變很低了 大俠股在哪裡 各位注意喔 有些股票有的時候 我在講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辦法盯住 你說老師 哎呀 這股票好小 老師最近都不曉得在講什麼 老師最近都不曉得在講什麼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大一點的好不好 昨天我講這次股票會漲 但是我覺得這個 漲上去就算了 就2360的字帽 我直接看一下2360的字帽 今天已經創新高了 OK 有創新高 我一定會想辦法帶我會員朋友 調節或者留下來 反正創新高是對的 今天要講一件事啊 各位知道嗎 剛才說4972的湯匙照明 因為擁有大俠股的股票 所以對他的潛在獲利超過4塊錢 加上他的EPS也是相當的強勢 加上大俠股 各位看一下 不斷在創新高 大俠股我跟你講過了 他是屬於一帶一路 未來一帶一路的概念 你不要小看那個中國大陸高速公路 中國大陸高速公路比我們台灣大很多 光一個四川省可能就有12條 那中國大陸高速公路以外 這個所謂的一帶一路 你會想那個距離有多長啊 甘肅到法國啊 然後這邊呢 雲貴高原應該從廣西開始轉 廣西啊到印度啊 那有多遠啊 他飆到裡面的一個告示牌啊 所謂告示牌就是說 右轉到哪裡 右轉到泰國 左轉到遼國啊 就像我們右轉到彰化 左轉到台中一樣的道理啊 就知道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真的變成獨角獸啊 但是呢 今天介紹一個簡單一點的好不好 各位注意 我們昨天講到哪裡 講到宏達電對不對 今天壓回喔 老師宏達電壓回 不要買了 我說不對喔 請你注意喔 第一件事情啊 宏達電整個家族都上來了 注意喔 我等一下講的 跟宏達電有類似 宏達電整個家族都已經大漲過一波了 但是宏達電整個家族裡面 唯一真正還有在運作的 應該是宏達電吧 威盛只是說 我打進了AI方面的題材 就漲停板了 屁屁屁屁屁就漲上去了 這是它的股性啦 我們不要管它是 你認為它是什麼樣的一個 跳太快或跳太慢 那6118的建達一樣啊 威盛打進所謂的 比特幣相關的供應鏈 宏達電又賣VR 這樣子看起來 它的一個所謂通路呢 應該機會是比較大 因為最近呢一級玩家就要上映啊 一級玩家的導演是史蒂芬史批薄啊 表示說它非常看好VR啊 你看看它最早拍這個大白鯊 全世界都還沒有人在拍這種電影 ET外星人 侏羅紀公園 這些都是屬於抽象型的 那基本上得獎的是這個 新得的名字 跟搶得有連任大兵 它光身價是31億的美金耶 不是台幣耶 號稱百億台幣耶 那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那宏達電可不可以投資 我說跌這麼深了 跌這麼深了 總可以關心一下吧 加上現在一級玩家上映了 加上現在新的手機 由我們的五月天來做代言 你說老師 宏達電天天在放利多 聽煩了啦 但是有一個利多我覺得 可能要記得啊 宏達電是不是把它的手機部門 賣給了Google啊 賣給了Google之後 有拿到11億美金喔 他的技術 他的專利權 賣給Google之後 有11億美金喔 這11億美金 請問一下 你說老師 宏達電我嚇死了 宏達電你看 今天EPS 唉唷不得了 付8元是不是 各位看到沒有 付8塊錢啊 來來 今天付8元跑不掉了 在這裡吧 付8元啊 11億美金跟8元比較起來 你去看看到底誰比較大 你自己算一下 我已經算給我的會員朋友啦 你要不要自己先算算呢 所以我說過 整個家族都能夠漲上來 11億美金在手上的話 想要把這支股票往上台 這支往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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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想像那麼難吧 所以家族都上去了 宏達電有沒有機會呢 我認為今天壓回來 不妨跟著我繼續看 對不對 看會不會賺錢 不見得會啊 62塊 62塊半買進去 會不會賺錢 那就會啦 廣告當中 有我們的專線 黃靖哲永遠領先市場 也要幫助你抓住在盤整過程當中 最會飆的股票馬上回來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提醒所有的投資朋友 如果想要參加黃老師的會員 請撥打電話 0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查詢 陳通獨顧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遭受到損失 參與初見 02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查詢 陳通獨顧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通獨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服務往福利 陳通獨顧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昨天跟各位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我們說過盤整的過程當中 中小型人氣股也好 盤整出標股也好 焦點題材 焦點是什麼 新聞 新聞大家關心的題材 概念的股票的話 也會有所表現 所以昨天大家都在關注什麼新聞 什麼Uber的自駕車 撞到人 那我們去不管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要去管說 到底是人隊還是車隊 先不要管那麼多 Uber自駕車一撞到人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緊張了 Uber自駕車或者泰斯拉自駕車 一定會大崩 泰斯拉今天還漲了1.6%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我問你一件事 當所謂自駕車出了問題的時候 當自駕車問題出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加強檢測 你的電子零件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你的晶片有問題 特別是有關電動車的電子零件的檢測 這個 它有沒有漲上來 它有沒有再創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今天是開高走低 它收一個小小黑K棒 但是不代表說它順著這個均線不會再漲 強勢股一直順著5日均線 甚至順著10日均線往上漲 各位沒發現嗎 這波行情裡面強勢股 只要5日均線跟10日均線接近的時候 都是幾乎往上漲 你看一下都是這樣子 因為靠近5日均線跟10日均線接近的時候 飄就飄出去了 5日均線10日均線接近的時候 你看這地方就是你唯一的買點 就飄出去了 這個方法都交給你 你說老師追蹤強勢股 當然可以追 10日均線代表什麼 有10天的人跟你買的價錢差不多 那它又是大飄股 它又是強勢股 能不能進去跟它飄一飄 這就是我一直跟你強調的道理 或者你等它整理到一段時間之後 出現黃金交叉 又是你的機會 你說買在第二天買在第三天 會不會賺錢 都會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中小型人氣股盤整出標股 還有咧 各位來看一下 有些個股現在不斷的告訴你說 今年我絕對是好年 其實風力發電概念股的話 那麼台灣的老前輩 應該就是所謂的上維股控股 它本來就是風力發電最重要的股票 老闆叫蔡百陽 各位看到沒有 他還是一個 我們台灣亞洲 蔡昭陽 蔡昭陽先生 還是我們亞洲 可以說是最有名的 在百大人物 那麼名列第一的 全球百大人物的風力發電 它有技術的 打了一個大底之後 股價一直在那邊整理整理 壓回來可不可以買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喔 盤整把握每一個底部 各位看到沒有 漲得是不快 因為大型公司通常漲不快 它是照常24%給你看到 而且很多股票 現在正在做每一頓的一個處理當中 甚至今天來講的話 我認為整體的一個綠能 又到了一個新的臨界轉機點 因為在整個一個立委 跟行政院的報告當中 已經有點等不下去的味道了 什麼叫等不下去呢 我要從這檔股票講起 但是這檔股票不是我要推薦的 請你不要搞錯 我說元晶和雲林彰化 還有嘉義這三個地方 已經簽好有關所謂農地 準備蓋太陽能板裡面 非常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會很早的時候 趕快把它退出 全部轉去風鈴發電 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因為發覺這次的太陽能 不是政府有問題 而是政府底下的官員 有些還搞不清楚狀況 什麼意思呢 假如你有一塊農地 現在準備要種電 沒錯 當時跟你算出來 哎呦 種電看起來 比稻子要賺錢 但是麻煩了 你如果上面蓋太陽能板 對不起 你這就不是農地了 我要給你科未來的所謂地價稅 我轉 你這上面不是用農 農地不是農用的話 當你有一天要轉過戶給別人的時候 你要科什麼 科增值稅 這還得了啊 一塊農地 假如說用農地算的話 可能過戶都不用錢啊 你六分的農地 假如你過戶的時候 科增值稅的時候 按照當時的工業地價去算的時候 那不得了可能要科一千多萬耶 六分就好了 不要太多啊 那這樣子人家怎麼受得了 我還沒賺到你太陽能的錢 我要先倒賠一千多萬喔 也不過才六百坪而已啊 那你說啊 本來希望說這些什麼幾公頃 幾萬坪的土地 通通跑來做太陽能 現在沒有人要啊 變成是這樣子啊 民間不願意啊 唯一願意做的頂多啦 就是所謂的台鹽啊 台肥啊 還有什麼台糖啊 這些願意做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鍋蓋一旦掀開了 那是早晚一定要解決啦 我認為政府一定會朝這個方向解決啊 所以呢你就不用太擔心 我認為太陽能來講的話 今天六四的冒敵 突然之間拉上去 跟這個消息一定有關係 不過現在還早了一點點 早了一點點什麼意思呢 因為等這件事情真正解決嗎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呢 大盤的確臨界點 我說過 今天呢 大盤早盤的時候這個點啊 你看一下好了 美國股市就好了 美國股市今天是開高還開 收高還收低啊 所以股價市場有的時候盤中 不能做斷論 美國股市在相對低一點 我們現在在相對這裡啊 但是它還是區間啊 所以今晚美股可能會反彈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不用太擔心 美股可能會反彈的話 明天還是會收高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對的 早上一一一二零的時候 要不要先把自貿出一下 這個實在是很難跟你講的 出呢 也不見得出了說 後面一定會大拉回 但是不出呢 你又說 老師盤中你都沒有動作 加減賺嘛 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看到沒有 又漲停板啊 又是漲停板 又是漲停板 應該還沒有完喔 請你特別留意一下下 這個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還沒完 真的是還沒完 不過呢 越早上車的人 現在越平安啊 你各位看一下啊 當初就講 啊這不會軋空喔 現在呢 啊這不會軋空耶 這不好意思講 這已經重來了啊 軋完之後重來一次啊 龍券在這邊補到最高點去啊 這邊也是補到最高點啊 這都已經重來了 所以我說過今年的題材 幾乎啊 你每次喔 你有空單的人 麻煩這個時候趕快補好不好 然後回頭是 趕快掉頭 跟著我一起做多 這樣子你就很好做了 因為現在還在這一半嘛 我真的 把整張圖給你 又怕你 給你太少 你又說我講不夠 你各位有沒有發覺 這股票也是這樣 上下上下 但是呢 請你注意喔 復蘇期到繁榮期的話 這個方向是不變的啊 你沒有看到 國劇這樣掉下來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講說 國劇一定會跌啊 這就是故事的起點嘛 同樣的 你沒看到比特幣 真的往下墜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講 比特幣會跌下去 我說過 比特幣再怎麼說 也比第三世界 委內瑞拉國家也好 亞洲國家的貨幣要好很多嘛 對嗎 對嗎 對還是不對啊 今天又轉強了 老師今天收黑呢 收黑呢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買什麼 買紅的 買紅的隔天剛好開高 今天假如昨天買紅 今天的話 搞不好還沒賺錢 前天買黑 昨天紅 今天還是賺錢 注意喔 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現在有這個特性喔 蛤 所以請你務必如何 買鴨回買黑 這就是你賺錢最重要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改變耶 低論也是一模一樣耶 買鴨回買黑不追高啊 注意喔 到了高點我會叫你先出一下 因為現在呢 說實話一點 股票市場裡面現在因為屬於一個霞幅盤整 所以假如它是一個非常 量比較小一點 然後又有一些所謂的個人的題材 別人跟不上去的 當然你可以虛報 但是假如它真的是一個所謂 大家都還多多少少有在進出的個股呢 就會產生這種一天紅一天黑的現象 這叫人氣股 所以我跟你講盤整出標股跟人氣股 這兩件事情最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不要看錯方向啊 不要看錯方向啊 跌我們現在不要管它指數的大小 指數大小跟電子股有關係 漲很長一段時間 漲很長一段時間 跌了一小段而已嘛 兩三天嘛 我發現現在做多的每個都很厲害 都跟我們一樣厲害啊 到了高點的時候 我們就給它一二三賣掉 一二三賣掉之後 就給它跌 那時候還在拍手說 跌越多越好耶 結果它又上來了 而且在下跌的過程當中呢 有些股票還領先上來了 有些股票還領先上來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說 啊這個什麼股票在跌啊 今天來還要跟各位講說 這一檔你看這是不是底部 我順便告訴你 它股價真的不高 你各位想想看 所有的底部最近都發酵起來喔 所有的底部最近都發酵起來喔 那這還是貴貴的股票耶 說真的一件事 你要說它要標多快 我覺得這地方講起來也不太可能 但是呢 這是屬於比較便宜一方面的個股啊 頭肩底完成 而且現在右肩整理出大量 隨時隨地準備上工啊 明天我一點名 我連宏達店點名都會上工啊 說明天有沒有機會 咱們可以拭目以待 甚至我認為啊 屬於啊 宏達店方面的VR概念股啊 你就跟著 想辦法盯著 那就有機會了 畢竟來講的話 宏達店今年不是沒有錢 我想我跟你講很多次了 它不是沒有錢 只是你要不要拿出來用 對不對 在哪裡咧 自己看一下吧 這裡 你看了好像都是壞消息 但是你要想到 宏達店它很清楚的有 11億美金入袋 看到沒有 宏達店 股價啊 還有這裡呢 家族全數大漲啊 其中有一隻要賺二三十塊啊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家族全部大漲 其中有一隻要賺二三十塊啊 股價還在低檔 低檔超低檔的位置 我認為隨時隨地 那麼在股東會前夕 就準備要發動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這種 家族全面大漲 當然了集權升天 你就有機會的概念股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